里边全是精涂的 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一个新环境了 没过元宵节 跟媳妇发生了一点小狗角 然后我毅然全然的 去租了一个小院 准备离家出走 准备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了 瞬间有一种释放和解脱的感觉 这个屋子里边可能是成立还比较简单 现在具有大量的回应 经过昨天两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摆弄 我把一些简单的设施给搬过来了 家里边有几个牛田 今天来咱们新家的第一道菜 就是红帕牛田 不顾的没暖气 这牛田是提前处理过的 然后咱们简单的给它清洗 这个水有点冰冷啊 我回头得烧点热水 回头我得烧点热水啊 不然非把我弄出关机盐了也不可 先把这些牛田给它简单焯一下水 还有一根小牛椅巴 今天第一天啊 光各方面还没怎么完善 过两天就好了 首先咱们准备葱姜 把葱切成小片 天气冷了 人也不够丝滑了 我这豆腐明显然下降了 把姜咱们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稍微来点大蒜 咱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直接这个油给冻上了 然后稍微来点冰糖 咱们简单炒个糖色 把冰糖炒至融化了 炒至这个藻红色冒泡 开始是小泡 后来还没有大泡 然后大泡变小泡 OK 现在咱把提前水整好 葱姜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水 现在咱们的糖色 已经成为这个藻红色了 非常完美 对 接下来咱们上了 咱们的高压锅 把炒后的牛腥 给它放到锅中 然后盛个牛腔 倒点糖色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淀粉 接下来咱们八角桂皮香叶 白芝草果肉蔻凉浆 然后还有一点红区米 给它下里边 然后够压锅先给它压上半小时 半小时以后 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老抽 然后稍微来点盐 再来点这个美极鲜 这个咱们再给它炖上两个半小时 接下来咱们切点姜丝和蒜片 然后切点这个青红椒 这是小米椒 这是螺丝椒 给它切成这种斜刀片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 稍微来点这个牛肠的汤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来点这个水淀粉 然后咱们把葱姜蒜 然后咱们把炒好的这个柳汁 给它嚼上去 哈喽哈喽大家好 好 完全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咱们 咱们把葱姜蒜 完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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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真的就跟果冻一样 咱们把葱姜蒜 这个颜色要好一点 哇 只能说是今天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是吃这牛鸡啦 爽 超级Q弹软的 哇 爽 这个是我的蜜汁蒜酱 今天咱们走的是东北风味 味道超高 鸡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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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机满足戳机性火 里边全是精涂的 哇 很酷 很酷 超爽 这一块有个小米辣的辣味 我天 这也太香了 我天 太燥了 今天早上在市场上买了点牛窝骨 今天咱们简单做一个辣的牛窝骨 咱们先把这牛窝骨给它清洗一下 接下来咱们准备点葱姜蒜 姜就剩这么一小片了 咱们把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今天忘了买姜了 然后咱们把葱给它切成成厚的小段 然后咱们这里边来点辣椒 姜不太多来点干姜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牛窝骨给它放到锅中 简单给它焯一下水 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稍微来点料酒 水开后咱们不用撇浮沫啊 哇 时间百零 超好的牛窝骨给它倒到盆中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凉水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五六成热 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里边 给它简单煎炒一下 然后来点平田豆瓣酱 咱们给它炒出红油 稍微再来点辣椒酱 然后来点生抽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牛窝骨给它下里边 然后给上边稍微来点老抽 来点蚝油 八角桂皮香叶 白芷草果山奈 凉姜香茅草小茴香 咱们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盐 然后盖盖 小火给它炖上两个小时 接下来咱们炒一个素菜 准备三个茄子 把它们的根去掉 然后把茄子改了成小块 粉刀块真的滚拉 掉到地上 然后咱们切点葱末 然后准备点大蒜 咱们给它切点蒜片 然后咱们切点青椒 然后咱们把这个青椒给它切成这种 咱们把青椒给它切成菱形块 咱们把这个西红柿给它切了 切成这种小块 咱们里边摆一勺盐 来点生抽 姜粉 花椒粉 大料粉 然后再来点老抽 然后来点番茄酱 来一勺小米椒做的辣椒酱 来丢丢香醋 盖上一奶奶料酒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然后咱们起锅烧油 油温三五成热 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调料给它下里边 一瞬间的高温 咱们把这个香气给它激发出来 然后咱们把茄子给它下里边 然后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接下来咱们把茄子炒出水 炒它蔫以后 给上边来点水电笋 然后咱们给上边再撒点明油 然后把青椒给它放上去 由于牛萝卜比较顽强 拿铁锅炖了两个小时 纹丝未动 又换高压锅 咱们给它炖了一个小时 这上面颤颤巍巍的 还是蛮诱人的 然后咱们给上边 浇点汁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点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哇 嗯 嗯 这茄子挺到位啊 这个还行啊 能拿筷子能扎住 嗯 超级过瘾啊 哇 哈喽哈 SQUEE 哦我点太大了 嗯 哇 嗯 嗯 哇 超级满足啊 啊 啊 嗯 就是能把这个这个这个金鸽党炖软后了就超级爽了这外边是一层牛油啊 嗯 超级满足啊 牛肝骨的最外边是一层牛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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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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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o 嗯 哇塞 哇塞 哇天 哇天 这也太香了 说实话这吃起来还是蛮香的 三个小时以后啊 依然接入磐石 还是不够丝滑 嗯 来点米饭 今天其实多少点失败啊 应该把皮给削了 嗯 米饭必须盖 谁盖谁可爱 这个蟹子的汤汁配米饭真绝了 超级完美 酥酥的汤泡饭 超级爽 很酷的汤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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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带上皮啊 多了几分柔韧 但却少了一分丝滑 很酷的汤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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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一年的这个点赞 都会送给我这个可爱的内蒙大汉 好吧 今天安排一个虎皮猪肘啊 祝所有看视频的朋友 好运和财运全部都有啊 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做 猪肘是老板提前处理过的 下面还有一些毛根 咱们再给它烤一下 老板不是很敬业啊 咱们把肘子泡到这个煤气上 给它简单烤一下 拿来这些毛根 给它烤干净点 烤好以后啊 咱们拿清水给它泡一下 然后把肘子上面的黑皮 给它关起干净 咱们把肘子从这儿 咱们把肘子从这儿 给它放便入锅 然后咱们给里边 稍微来点这个料酒 先把肘子给它切成这个满蹄片 先把肘子切成这个满蹄片 然后咱们把它切成厚蹄片 然后咱们把肘子切成厚蹄片 然后咱们把肘子切成厚蹄片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既然没有多少水沫 应该是泡的时间比我长的缘过 咱们把肘子给它捞出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三四成熟左右 咱们把肘子给它放在旁边 简单给它炸一下 咱们把肘子炸差不多 给它撸出 油温三五成热 提前准备好的葱姜给它下里边 炒香以后咱们给里边来点提前豆瓣酱 咱们把提前豆瓣酱给它炒香 然后来一袋香脆酱 继续给它煸香 炒香以后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爆成虎皮状的这个肘子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老抽 大酒味皮香叶 白纸草果肉扣 凉姜干辣椒 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蚝油 稍微来点盐 盖盖 咱们小火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 接下来咱们来一块豆腐 切上一半 切成少一个块大小的这个小方块 接下来咱们来颗西红柿 给它切成小丁 这西红柿够硬的 然后咱们再给里边来点这个番茄酱 首先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温温温温热 咱们把葱姜蒜干辣椒给它下里边 小火给它简单爆香 来点提鲜豆瓣酱 来点这个银口大酱 小火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炒出香气 然后来点生抽 接下来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烧辣椒粉 然后把西红柿给它下里边 咱们稍微来点花椒粉 来点十三香 然后稍微加点盐 咱们把豆腐给它下里边 再来点粉条 这个粉条是土豆粉 然后咱们稍微点一点点老抽 小火给它盖盖 我锅盖不知道哪去了 拿高压锅锅盖 小火给它盖盖 焖上三五分钟 然后咱们来点这个 烧辣椒脆 对 虎皮皱的到位啊 这虎皮的不是特别厉害 让咱们给里边 让咱们给里边 顶点汤汁 然后咱们给上边 点准点做做的 葱花 好了好了大家好 不是同意啊终于搞定了 哇这煮得太有人了 用四川话就这个 用四川话就是非常的怕 软烂化渣 这块煮子皮啊 都有点红杏出墙的意思了 咱们就成全它 咱们来一块 这一小块就把咱们的小米饭给盖上了 煮一碗 煮一碗刷 煮一碗 接下来咱们稍微再来一小块 这一块 这一块是肘子的精 一只抗糖 而且充满胶原蛋白 哇天 你们觉得又不有人啊 如果觉得这个肘子好看 方便的话点个赞 配在一起啊 天作之和 天作气 米饭 还在中国 法案 我太小了 过温落 notre沙 Tamb 我转叠 大家看看这个 竹子的树肉 树肉部分 这块相对来说是肥瘦相间的 搓鸡爽 再来 再来一块这肥肉 无比丝滑 肥瘦相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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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份吃饭 及到自己吃饭 要吃饭 谢谢观看